雷尾聊世紀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山的遊牧比賽 OK遊牧比賽非常刺激 那這張地圖也算是打架地圖 中間有個魚池 這個魚池蠻小的 那先來介紹一下這個遊牧的開局方式 開局兩隻村民去蓋這個城鎮中心 但是軍閥比賽 村民處開局是九村 所以遊牧的開局一開始比較多村民 甚至也可以兩個人去蓋碼頭 加速一下這個採集魚肉的速度 好 這邊都是選擇兩個人 OK 正常開局 那遊牧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趕快五個人伐木 然後一開始去拉一頭豬 去來吃掉 然後剩下的人去採肉 五個人採木頭 其他人採肉 那前期呢 像軍閥這種比賽 村民比較多的時候 也可以七個人伐木 這樣子可以更快 去把這個漁船 按出第一台 那遊牧的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五人伐木 然後按出第一台漁船 這就是前期的經濟配置重點 只要能掌握到這個細節 你就可以比對手在遊牧種 獲得更多的優勢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文明六點鐘方向 開局的紅色玩家 Harter 選擇了立陶宛 那立陶宛這個文明 是需要透過修道院裡的僧侶 去撿聖物 每撿一個聖物都可以獲得騎士 跟自己的寶兵單位 列提斯增加一點的傷害 後期傷害可以高達20點 非常可怕的遊俠傷害值 那一般的遊俠都是18點傷害 那立陶宛可以高達20點 那他的槍兵跟毛兵呢 也有這個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像是在阿拉伯 也可以變成槍矛怪 用這個槍矛去壓制敵人的槍矛 畢竟自己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有主動權的 所以立陶宛人呢 他算是一個蠻強的文明 但是弱點也很明顯 他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只有每一個城鎮中心給160 這個效果 那開局這個效果雖然還不錯 甚至可以讓自己升級時 會比對方更快一點點 但是3TC之後呢 他給這個160 也可以讓他比較不容易斷村 但是對於以前的玩家們來說 可能還是比較喜歡 一開始給150ロ的加成 而不是160的 原來150ロ的話 可以打的戰術就更多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塔套這邊 塔套這邊選擇的文明 是瑪麗人 瑪麗人 出生點月位於10點鐘方向 那這邊呢 瑪麗人的優勢呢 使挖金速度特別快 而且採集跟這個 可以裝載的黃金數量 也比一半的文明更多 採的時間可以再更久一點 那瑪麗人呢 很適合前期打海戰 但是他在中後期之後 尤其是帝王時代 沒有三級色的關係 讓他的戰船很容易打輸對手 所以瑪麗人 城堡時代 或封建時代 可以打贏海戰 後期呢 瑪麗人可以轉出大量騎兵 或是打這個 城堡時代打工兵 帝王時代打騎兵 然後或是城堡時代打費刀的獵手 都是很蠻適合打油木的一個方法 那瑪麗人我覺得在油木來說 算是一個蠻強的文明 只是海戰後期不太行而已 那接下來看一下哈特 哈特這邊是選擇了 三村 應該算是十九村 點下了封建時代 瑪麗塔超這邊是選擇了十八村 稍微更早一點 但是時間上慢了一些 最主要是因為這邊瑪麗人 他是有點織布技術的 那這邊立陶宛是沒有點的 所以看到這邊時間差就很明顯 明明是我找你一村 但是為什麼我研發時間比你慢 通常就是偷了織布技術 才會有這種結果 好 那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誒那我立陶宛是不是要趕快直層 然後趕快上去呢 如果你是想要打直層策略的話 就要肉趕快多吃 去打這個獵 這個鹿肉趕快吃 野豬趕快吃 吃一吃再上去 那如果立陶宛這裡沒有趕快去捕獵的話 那應該就是要打海戰了 OK 這邊海戰 雙碼頭開始出火戰船 好 塔塔這裡是目前 也在出戰船 但這邊很狠啊 因為瑪麗的建築物可以減少一堆木材 所以省下來的木頭 在前期可以省很多 這邊直接山碼頭出戰船 上面兩個下面一艘開始兵分兩路 第一個戰艦遇到的敵人交戰 但血量對手好像右邊的戰船會被燒掉 拉了三隻村民過來修理 把這個血量拉回來一下 趕快修趕快修 OK 修完了再戰 好 出發出發 但這邊也在修理了 但是這邊是先回頭 跟後面的戰艦會合 下面的戰船也開始走一個多線 已經繞到了後方 好 這邊是想要等後面戰艦 快要到達的時候 再一起進攻嗎 好 但是瑪麗人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兩艘自爆閥 好 這邊抓到了一艘漁船 後方還有一艘火戰船 防守 前期的海戰兩邊是打得非常標準 但是這裡有自爆船 火戰船的優勢可能下降很多 那瑪麗這邊要繼續打出優勢 就是繼續出自爆船 那立陶宛這邊也是要出自爆船才打得贏 好 兩邊自爆船炸一下 立陶宛這邊是被炸到了一艘殘血 但還好還沒有被燒掉一艘船 後面還有一個自爆船在後面緊追在後 自爆船在後面慢慢研發當中 好 立陶宛這邊可以點下了城堡石帶 先點城堡石帶 海戰先示弱一下 可能不要專注打海戰會比較好 好 正面的部分稍微微加一下 但還沒有完全微死 左邊的鹿肉已經吃乾母鏡了 好 這邊有細節 好 瑪麗這邊也是 這裡又炸個一波 好 野味吃完 待會就可以升城堡石帶 那瑪麗人這個時期開始挖石頭 八人挖石 待會就要來蓋堡 去壓制立陶宛 那這邊瑪麗蓋堡第一根堡 通常也不用壓在敵人家裡 甚至第一根城堡可以壓在自己的重要礦區 例如這個位置 或是上面這個位置 我個人的話會覺得壓在前方的位置會更好 最主要還是要守住正前方的這些防守面積會更好 好 那哈特這邊是點下了城堡石帶 那塔塔也是 時間大約拆下去約為20秒左右 自暴船兩邊炸炸之後 塔塔這邊的戰船數量 還是有點領先 應該是 是哈特這邊落後 塔塔這邊是領先沒錯 OK 如果戰船真的快要打併的話 漁船就可以開始考慮往後 來到這邊捕魚 趕快遠離這個紛爭之處 讓漁船盡可能的去活下來 當然你的漁船被打掉也沒有關係 當然還是要盡可能的 趕快活下來 經濟加成才會好 如果海戰打樹的話 就要趕快轉成陸地種農田了 才不會有斷村的情況出現 好 升到城堡石帶 立陶蘭斯點下的弩炮戰船 海戰的部分 還沒有放棄 好 這裡趕快再繼續敲一下 好 這裡戰船直接往後走 已經升級到了火戰船 至少一船過來 好 這裡我們再繼續修 好 果然不在這個位置 好 那城堡補在這裡 這裡的防守就會比較輕鬆 稍微飛刀的獵手一出來 就可以開始騷擾了 哇 這個自暴船 炸得很漂亮 好 但這個村民修理不到 後面戰船又來了 這裡要來包夾一下 但是右邊又有一艘戰艦過來了 他意識到左邊都沒有漁船 那肯定是跑到了下方 塔塔這邊的反應相當直覺 但是HOT這裡也是按了一艘火戰船出來防守 暫時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還在燒村民 好 好 遊牧前騎海戰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待會就要回歸到陸戰的部分 好 那陸戰的話 瑪麗人這邊要開TC會比較困難 因為這裡要先維持 飛刀你獵手的 這個數量 至少要先來到這個五六隻 可以比較穩定擊殺騎士 會比較好 A台灣這邊是蓋了一根城堡 那應該會要產列提斯嗎 還是要走森旅路線呢 那立陶宛的森旅路線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用森旅去防飛刀你獵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這根城堡蓋的位置蠻不錯的 直接守住了左邊的防線 這邊防線暫時也沒問題 敵人能過來的地方就只有層右側 左側只能稍微繞一下 先去撿了一個聖物 每撿一個聖物 列提斯跟騎士的傷害都會加一點 開始開TC 好 數量來到了四隻 五隻了 六隻 OK 右邊的聖物也有撿了一顆回來 列提斯這邊數量兩隻出來稍微掩護一下聖旅 但這邊應該是要去逼滴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對方的村民 右邊補了一個修道院 這邊修道院一次想要趕快去撿聖物 但右邊的聖物早就已經被立陶安給撿回去了 但是聖物部分 這個馬力人是稍微落後只有一顆 飛刀女獵手過來騷擾 村民收村 但是三刀飛刀女獵手傷太高 哇 超翔 有機會嗎 OK 跑掉 好 海戰部分 HART是目前有稍微鎖住自己的海域了 還是有捕魚優勢 兩邊都還在繼續吃魚當中 但是開始在專心打陸戰了 海戰的話沒什麼在空 有一艘火戰船就在附近而已 好 這裡一個多項進攻 好 招翔 列提斯往後拉 右邊抓到僧侶 列提斯一撞頂掉一隻飛刀的獵手 好 再一下 搞定 哇 三隻飛刀遇到列提斯還是有點難受 人家只要三下就是一隻 再一下 搞定了 好 右邊的火戰船也衝了進去 好 但是飛刀女獵手來到了7隻左右的數量的時候 騎士兩發就可以穩穩秒殺了 好 那來到10隻左右 大概12 13隻 就可以一發一隻騎士了 這個數量是HOT 會覺得很危險的數量 因為這個數量連打建築物速度都很快 因為飛刀女獵手的攻擊計算是步兵傷害 所以他打建築物的傷害是非常快的 甚至連縱火技術飛刀女獵手都用得到 好 左邊想要去阻止撿生物 這邊看到 抓上一刀搞定 好 現在生物來到2個 目前撿到2顆生物的話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了 原來這個地圖上也只有5顆生物 如果能拿到3顆就已經可以讓 自己的騎士多加1攻 2顆的話也就是3攻的傷害 那這2顆生物就等於的帝王時代 就不太需要再花這個資源去點3攻了 直接賺了一個3攻的概念 其實城堡時代就有了 哇 這裡一刀一隻 原來烈提斯還沒有點品種 血量只有100滴 12隻 就是一刀一隻 太猛了 好 想要殺生女 烈提斯後面反擊 稍微頂一下 好 讓烈提斯後傷害真的是痛啊 OK 瑪莉目前 最後是拿到了最後一個生物 海域的部分 右邊是稍微打輸了 但是漁船的部分還沒有喪失掉 這個漁船從下面被進攻之後 又開始往上跑 盡可能的讓這些漁船吃到最後一顆魚 好 那目前村民宿是67吋對上59吋 好 生物撿了回去 那還好 要是這個生物又被立陶宛撿走 待會烈提斯的傷害就會很誇張 好 立陶宛點下了輪軸技術 瑪莉點下了虔誠科技 那待會立陶宛再直接上個手推車 會更好 村民宿大約70幾吋的時候就可以補手推車 經濟會非常好 好 飛刀的獵手過來 14隻 那現在立陶宛要打贏這些飛刀的獵手 除了自己轉弓兵之外 也就只能轉更多僧侶來防守 好 這邊上去收掉一隻僧侶 好 偷掉了兩個單位 一隻烈提斯 一隻僧侶 這個飛刀控的真是不錯 好 立陶宛這邊可能要存資源 生地王了嗎 那這邊生地王可能會有點炸裂喔 好 還是要多出一點僧侶 好 僧侶第一時間又被點掉了一隻 但這邊順利招響到了一隻飛刀的獵手 但後面又補了更多的飛刀的獵手過來 哇 飛刀數量已經成型 哈特難道被秒殺了 這裡完全擋不住 收吹 收吹 還好TC射飛刀很痛 好 但是騎士一上去 又被打到頭破血流 好 這邊真的要點帝王 哇 哈特這裡有點偷啊 好 但是如果這邊點帝王的話 好處是 待會 帝王時代就有印刷技術 就可以反制飛刀輕鬆一點 這個要滴地基 結果滴到生女是甚麼意思 哈特一個失誤 哎呀 尷尬了 尷尬了 好 稍微把這個洞補起來 防守就會輕鬆一點 好 飛刀數掠手 開始往右繞 後面經濟開始補陣 又補了一根城堡 城堡在家裡防守 沒有蓋個臉上堡 好 這裡直接補一根城堡 好 在高地補寶 右面 哈特 是繼續 穩住右側的防禦 卡塔這邊繼續繞 沒有繞到任何的東西 好 殿下的宗教狂樂 前城 還有一擊攻兵甲 攻兵甲 難道是要轉 火槍嗎 那由於馬力人的飛刀弩獵手 他是步兵單位的屬性 所以火槍兵對飛刀弩獵手 傷害也是特別好 帝王轉印刷技術 然後火槍 這個策略確實不錯 這個飛刀 打到法木工 後面有更多的飛刀走過來了 大量生女 想要硬招 但這裡沒有打算就去打 好 殿下的縱火技術了 讓飛刀弩獵手 打建築物傷害會非常可怕 瘋狂拆架 OK 才四級 哇 這個血量掉太快了 好 哈拉特 帝王時代印刷技術化學 趕快轉 火槍兵是立陶藍這邊的唯一姐 殘寶時代要擋住這些飛刀太困難了 好 但是生女數量並沒有少 還有11隻的數量 好 這邊稍微著想一下 看能不能逼退 好 再一刀 好 瑪麗這邊轉出了肉碼 那到了帝王時代 瑪麗人的肉碼就嫖悍精神 就可以讓自己的肉碼 或者加4點傷害 攻擊力可以高達 4加5點 不是加4點 就變成7加7的傷害點 14點的肉碼 就等於是一般的騎士 重裝騎士加2攻的傷害值 非常可怕 這我玩瑪麗的時候也很喜歡出肉碼 那我覺得瑪麗人最強的地方還是他的挖機能力 特別好 後襲轉駱駝或轉重裝騎士肉碼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 帝王時代點下 立陶宛這邊是補下了工兵甲 神拳政治增兵技術 好 這邊換完立陶宛要開始進攻了 火槍兵開始慢慢殘 好 補一個一級射 那一級射應該是要提升城堡的射程 跟傷害了 火槍兵是吃不到一級射的加成 好 火槍兵出來了 喔 就落馬來 完蛋了 這邊生旅有點難招 畢竟輕騎兵有抗招重效果 但還好這裡有神聖思想 並沒有死傷太多 結果巨型投射機往前被收掉了 哈特有點尷尬 這裡有個小小操作失誤 原本來立陶宛也是要進攻 已經把工程點進攻了 結果遇到過來奇蹟的肉碼 巨型投射機就沒時間空了 好 這裡再補一些生旅 那烈提斯哪時候才可以量纏 大概 村民來到150吋之後就可以慢慢開始纏 現在還要再轉出三級馬海二級攻 烈提斯這邊呈現時間還是要花一點 好 右邊偷挖金荒 但是被抓包 好 沒有蓋城堡 就想要挖壓力還是有點大的 欸 就是蓋城堡 蓋到一半 被逼退了 好 後面開始補一些馬舟 喔 槍兵 要小心 好 左邊的生旅 再繼續阻止立陶宛衝進來 好 烈提斯 好 那馬力這邊點下了專瓦技術 開始要來打陣地戰了 城堡 對城堡 立陶宛家裡巨型投射機 只有一台 來 後面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要按火炮 但是黃金不太夠 火炮按不出來 好 這裡大量飛刀 已經要準備烙背了 好 這一波看一下 馬力 要小心 後面招響的單位很多 沒得到到 可惜了 哇 飛刀的獵手 就是這麼的麻煩 最後還是招響到了一隻 好 現在正面大戰 一觸即發 整個城堡應該是修不起來 立陶宛三台巨型投射 努力攻城 哇 尷尬了 要被拆掉了 好 左側一個多線 這邊飛刀的獵手 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開始左右開攻 火槍兵在家裡無人防守 火炮偷偷攻城 正面部分 巨型投射機 重新架起來 要往前進攻 防守一下 這台火炮 能拿下巨型投射機嗎 但是左邊居然有火炮戰船 火炮戰船從海面進攻 哇 這個虎 麻煩了 這個要打贏戰船的話 只能靠生旅 好 生旅趕快到岸邊幫忙一下 巨型投射機快不行了 哇 被拆光 立陶宛這次進攻 宣告失敗了 而且是慘敗啊 這個火炮戰船好關鍵啊 好 趕快拉走 戰船還保留得好 結果生旅還想招 這個好像可以喔 走到這裡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這個射程 OK 左側跟城堡 火炮慢慢偷打 但立陶宛好像沒有注意到 左邊已經BBQ了 村民機臉也射得怪怪的 都在這邊站著發呆 好 瑪莉點下三級步兵甲 還有點下戰毛兵 那瑪莉是一個很特別的文明喔 她有強弩也有拇指環 但是就是沒有三級弓箭射 所以瑪莉的戰毛兵稍微有點可惜 立陶宛這邊往前 小心 肉麻死傷的有點快啊 OK 火炮戰船再出來 想要偷點火炮 火炮嗎 果然要點火炮 但是沒有打到 肉麻過來偷砍一下火炮戰船 肉麻打戰船傷害好高啊 好 左側火槍邊往前 結果被肉麻直接騎了上來 飄漢精神 肉麻14點傷害 這波攻防戰 瑪莉的廢盜女獵手 還是戰上了風 好 這邊先點生女 點掉一隻 好 這邊一直讓瑪莉 立陶宛這邊斷招響 消耗一點手術 好 這邊肉麻上前 後方火槍 也要往前走 遠不往前走的話 火槍兵會沒有辦法輸出到DPS 哇 這個傷害打不出去 只能撤退 左邊肉麻溜了進來 開始要鬧家了 好 第二波又進來了 好 現在正面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家裡也受到了騷擾 立陶宛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村民樹稍微開始下降 好 但是正面沒有放棄繼續招響 但是戰毛兵反擊這些生女很好用啊 哇 三隻生女硬身倒下 好 打火槍也很好用 好 開始肉麻狂暴 瑪莉趕快補下弓兵甲 那現在立陶宛的肉麻傷害值是9加2 11點傷害 近戰防禦4點 血量100滴 攻擊力少了對手3點傷害 但是血量多了20滴血 好 稍微能擋 肉麻擋肉麻 還有城堡幫忙 好 這一波往前了嗎 直接收掉兩台火炮 飛到努力的手 成功收掉了關鍵的工程器單位 左邊的兩台火炮船 想要努力繼續拆除前方的建築物 哇 這兩台火炮戰船是不是成了關鍵 差一點預判到啊 好 左側有一波大進攻 但是肉麻也來了 想要直接手撕這一台巨型托斯基 但是這裡有很多飛到努力的獵手 助手著 好 上面這一波 看起來是失手了 飛到努力的獵手衝到了後排 來 下方肉麻繼續追 火槍兵要不要往回拉 肉麻上前想要直接手撕 插一刀 沒有收掉 就型托斯基 繼續攻城 下方火槍兵 直接回家防守 沒有打算要出門了 哇 但現在不出門的話 只會被鴨子打 瑪麗後期真的很難纏啊 OK 三級一甲也拿下了 好 火槍兵雖然來到了19隻 陸戰方面看起來還是瑪麗具有優勢 一逃完不轉出列提示的話 感覺沒機會 但是現在黃金數也不是那麼多 甚至黃金已經歸零了 現在只能靠落馬去嘗試反擊回去 現在所有的黃金可能要留給工程器了 好 瑪麗越打後期 優勢就越大 因為她的黃金可以挖得再更久一點 好 這一波蓋寶應該是蓋起來了 火槍兵要趕快撤囉 哇 又要再死一隻 哎唷 鎖住 瑪麗這個步步推進 讓立陶宛感到巨大壓力 右側的飛到你對手 也完全打倒了 這裡的農田 好 好 繼續往右邊溜 踏到這裡 打得非常漂亮 立陶宛這邊一直想要找個突破口回去 看這邊立陶宛也是來個BD 哇 這一波溜得很漂亮 什麼時候溜過去的 沒有看到 這一波應該是可以殺到幾村 瑪麗村民樹下降只剩到95村 好 這邊再一次反擊回去 飛刀難道要過來直接手撕嗎 往前了 往前了 沒有沒有 看到有漏馬 選擇撤退一下 好 結果左邊的火炮彈船 被收掉了一台 但這兩台火炮彈船 已經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了 好 右方 大落馬 再次進攻 但撞到城堡 左邊這裡進來 飛龍獵手 往前 這裡有機會 直接手撕 巨型偷撕機 以下一個 再來一個 三個收掉 巨型偷撕機全倒 立陶宛失去了工程能力 還能再起嗎 黃金也歸零 好像 沒什麼機會了 瑪麗這一波的攻防戰打得十分漂亮 好 這裡要手撕TC嗎 好 沒有 過馬過來 應該抱不住 飛到龍獵手走太快了 好 又有更多騎士 甚至還有重裝騎士啊 攻擊力19點 比一般的遊俠攻擊力還多了一點傷害 雖然血量少 有小牙 40點 好 飛到龍獵手 在後方 繼續擋住正面 落馬 加上騎士 往裡面衝 火砲開始慢慢拆除 周圍的建築 立陶宛這邊 還在繼續用 自己的 落馬 去做防守 那如果這邊轉槍兵可能機會也不大了 雖然槍兵擋馬很好用 但是 只要一旦出到垃圾兵的話 主動選就會喪屍 基本上就沒什麼機會 好 這一波包夾立陶宛的 落馬 順利的解掉 好 正面硬擊出了一台巨頭 那現在防守就已經快很吃力了 火槍兵也只剩下少量的5隻 大量飛刀直接衝進來 這次落馬回救 22隻 往前走 這裡飛刀還在丟還在丟 怎麼辦怎麼辦 左邊又留了一籌兵過來 立陶宛撐不住了 城鎮中心也被打掉 巨型投石機 好像沒有用處了 這個光是防守就沒用了 哎呀 這邊槍兵難打了 槍兵一出來 飛到你獵手也擋不住 完全壓制 炸裂了 沒了 這看起來沒了 好 最後的波紋 衝一波 飛刀拿不下 就要打GG 好 這場比賽 最後是由塔套拿下比賽勝利 這場比賽之後也是讓塔套可以順利晉級 哈特在這場比賽是他的最後一把 所以最後一把也打得比較 焦左一點 就會比較難纏 不會輕易投降 不然早該在10分鐘左右前 右邊打不下來的時候可能就要投了 那哈特還是很有聲勢風度的 祝福我們的塔套順利進行到下一場的賽事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馬力拿到資源上勝利 立陶宛這裡經濟其實沒有輸太多 但是就是黃金沒有找到很安全的地方 而且馬力的黃金又可以採得更久 所以這讓立陶宛變成雪上加霜 要是這塊金有拿下來的話 可能結果就有不一樣 但很可惜這根城堡 沒有辦法鎖住 甚至沒有工程成功 所以我覺得這場的關鍵 還是在這個工程戰裡 拿到了比較劣勢的一個結果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